Hello 大家好,我張老師來 一樣 鏘三下 現在叫 鏘三下 一個月再來鏘 來,今天上課的主題來講一講 講一講三十六劑 聽好,老師喜歡講講故事 你們聽一聽,聽一聽 來,老師的視頻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第一個,增加一點知識 第二個,增加一點嘗試 第三個,享受一下娛樂 享受一下娛樂 來,今天講的是第二十劑 三十六劑的第二十劑 叫做混水摸魚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你們在讀文章 聽好,要注意什麼叫為言大意 你不要看它,意思很簡單 它裡面的含義很深 這叫做免禮長針 聽好 小小的親切 可以推動世界 小小的觀心 可以呼風喚雨 好,混水摸魚很可語 混著這個水,來跟它摸一摸 魚 那為什麼你敢摸魚 那為什麼你想摸魚的時候 如果沒有混水,你不敢摸 注意看哦,混水摸魚的 背後那個意思 我常講利透指輩 講什麼 水清無魚 混水摸魚 水清無魚在跟你講什麼 水清無魚在跟你講混水摸魚 水清無魚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人見無敵 一個人只要不要臉 天下無敵 聽啊齁,樹不要皮 必死無魚 人不要皮 天下無敵 叫做人一見無敵 所以你看看 四個字 混水摸魚 導出這樣的結果 你看,厲害不厲害 所以文章就要這樣讀 才會怎樣 才會越讀越有趣 那從我們東方來看 老師啊 混水摸魚 到底跟我們的八字 跟我們的風水 跟我們的易經有什麼關係 有 100%的有問題 聽好 你看 我們東方的易經啊 是整個人類文化的精髓 這個可以吹一下牛 你看 什麼叫風 什麼叫水 風加水 為什麼叫換 聽好 你今天為什麼要混水摸魚 為什麼 為什麼你今天不好好幹 老師啊 我想好好幹 我也想要學那個孔子 我也想學明朝的海瑞 有一番作為 結果你知道那個明朝海瑞罷官啊 有沒有 家境皇帝啊 家境家境啊 家家接境啊 那家境皇帝看到這種 上萬元書馬上 來呀滿門操展 後來這個海瑞很可憐 罷官以後 輾轉流離 到了新竹 開了一家海瑞共丸 真是好吃 因為我以前在新竹工作過 40年前 哎呀海瑞共丸 幫忙塞忙西門街 啊真是好吃 真太好吃了 不過這是聊天啊 真的在明朝有一個中神叫海瑞 在新竹有一家叫海瑞共丸 兩碼是很好吃喔 好 那我們東方 來來來講講 我們東方 講的風水患在跟你講什麼 聽好 易經沒有那麼難讀 如果易經難讀 可能跟你們解釋那個老師程度有問題 什麼叫風水患 為什麼五十九 為什麼六十叫結 水則結 為什麼六十叫及格 我們常常不是考試六十分嗎 你們要研究 易經可以跟你講數理項 為什麼六十分是及格 因為六十卦剛好是結 結在講什麼 結制 水則結 你要懂得去調節喔 去結制喔 當你懂得去調節 去結制 你的人生 PASS 歐趴 六十分六十分 那五十九再跟你講 患 主意啊 你要及格之前 碰到風吹到水 風吹流動 未見柳澤 風吹水面 不安定 有那個REPO 聯誼有沒有 他在跟你講 欸 要變了 所以五十九卦的風水患 跟混水摸魚 有同工益取之妙 聽好齁 這個功能是一樣 你就跟你講糟糕啦 變局來了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摸要摸到魚 聽好 水裡面 可能有螃蟹 有水蛇 要注意齁 摸魚可以 不要摸到大螃蟹 那個很危險 那為什麼在現實 在現在的現實主義當中 我們一直講調 混水摸魚 水清無魚 人見無敵 三個理論呢 這個理論 我像以前都沒有人談過 我就跟各位講 為什麼 因為在18年到1883年 在歐洲出了一個偉人 叫做卡爾曼克斯 馬克斯 那因為馬克斯 他寫了資本論 他有寫了一個歷史史觀 那馬克斯在資本論當中有提到一個觀點 講到資本主義這個大壞蛋 聽好 馬克斯是共產主義 他講到資本主義什麼 他說啊 資本主義啊 已經埋下自我毀滅的種子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會跟你解釋 各位 不用太擔心 今天什麼都沒有 有的就是時間 我跟你解釋 好 那我們先講講馬克斯他的歷史史觀 聽好 研究馬克斯的沒幾個 大家只認為他是共產主義 其實馬克斯的歷史史觀 非常好 你注意看 注意看 有規矩耶 我推崇他是有原理的 來來喝個水 為什麼老師那麼推崇馬克斯 你看他的歷史史觀 除了是唯物觀以外 你看 原始社會 人類進化 他講的不是我講的 原始社會 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你看看喔 資本主義為什麼會過度到社會主義 那社會主義為什麼會過度到共產主義 你看現在歐洲 歐洲在19世紀 20世紀的前面 不是工業革命嗎 那很多人失業有沒有 資本主義然後剝奪 剝 剝剝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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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利潤的剝奪有沒有 很多人就沒有工作 一定要依賴機器 所以這個時候 資本主義建構不是那麼完整 他要進入到一個社會主義路線 叫做 重新利益分配的系統 比如說台灣說真的啦 台灣也不是什麼民生主義 也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啦 你注意看台灣 台灣有沒有有一點像社會主義 老的時候 無論你做什麼行業都有退休金 你生病的時候不是有那個健保嗎 一點點錢 國家依你一到十 這就有一點社會主義嘛 讓國家照顧你一輩子嘛 那如果你 你將來有一天怎樣 家裡有人處理 沒人處理國家派人家把你處理掉啊 懂不懂 這就是社會主義 但是台灣一直不講啊 台灣不是什麼資本主義也不是民生主義 有一點在走社會主義 叫做社會重新利益的分配概念 好講到最後叫做共產主義社會 好我剛剛有給各位講 為什麼馬克思說啊 我們的資本主義已經埋下自我毀滅的種子 你看看 他在1818到1883他講的 為什麼我們中國成語老早就跟你講 混水摸魚 因為資本主義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異化 elination 異化翻著不好 異就是那個怪異的異 怪異博士 奇異的異 奇異國的異 化就是化學的化 我都翻錯疏理感 elination 因為資本主義進來 我們必須去一個地方上班 比如說是貿易公司的話 接訂單的有訂單組 傳入的叫需品組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去工廠訂貨的有訂貨組 人會疏理 也就是說 現在資本主義建構下的這種社會跟工作型態 有三個問題很嚴重 第一個 人跟東西的疏理 人跟東西 還有人跟人的疏理 還有人跟自己的疏理 比如說寶城 做鞋子那一個寶城 很多人做鞋子做鞋子 他沒辦法穿到他做的那一雙鞋子 他可以拿到錢 可是要到一個商店 去買Nike的鞋子來穿 有疏理 懂不懂 那人跟人一樣 林經理你好 張經理你好 他不曉得你叫張什麼 他不曉得你叫林什麼 他只知道 你是生產部的林經理 你生產部的張經理 換人了 換一個陳經理 生產部陳經理你好 我是誰 人跟人疏理 有時候夜深人靜 你會覺得懷疑自己 人跟自己的疏理 我活著幹什麼 我種的米我吃不到 我種的菜我吃不到 我養的雞我吃不到 人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沒有路用 無三橋路用 你知道嗎 所以有一種疏理 疏理到最後 人會茫然 茫然 那茫然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管他去死 該混水就混水 該摸魚就摸魚 因為水清無魚 人見就無敵 就這種理論 所以資本主義埋下自我毀滅的種子 你看看 人家十九世紀的人就看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看不清楚 我常常講各位要注意 你們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要注意 隨時一定要三思 要思維 思退 還要懂得如何去思變 一定要變化 因為易經就跟你講嘛 這個世界都在變 你要應勿這個變化 首先要知道這個變 一直在變一直在變 你現在有工作不代表以後就有工作 那你現在沒工作 肯定保證你將來很難找到工作 因為一直在變 所以易經跟你講什麼 知變 再過來應變 你要應付這個變化 那糟糕啦 你要問老師 老師我怎麼辦 我能力不足 我沒有辦法應付這個變化怎麼辦 老師我會不會GG 不會啦 不會GG啦 你會怎樣 你叫事變 適應這個變化 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你們都以為老師在講笑話 我不是講嗎 風來足面 厭過長空 霧來折應 過去不留 人家罵就給他罵 人家罵你畜生混蛋 王八蛋 狗娘生的 寄你養的 就給他罵 為什麼 你不這樣不行啊 你不要動不動 就拿個什麼東西跟他頂過去 一言九頂一定出事 這是一個亂事 有沒有 人要很賤 多賤 賤如草戒 你就會天下無敵 沒辦法啊 我們既然不能改變這個社會 那你能夠改變什麼 改變你看這個世界的看法嗎 我不是跟你講嗎 所以你不要小小看這個三十六記啊 混水摸魚啊 它背後引述的這種歷史典故 哎呀嚇死人 如果好好要來選 從三十六記 從三十六記之中 二十記的混水摸魚 談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跟改革 我跟你講啦 這個論語一定是博士級的啦 但是沒有人這樣做啊 你們說 混水摸魚 為什麼要混水 為什麼要摸魚 Because 我以前讀大學 有一個女孩子 fine的標誌 Because 我會不會講啊 反正那個你是 很厲害 那個英文翻 because 不要because 還是because 那個女孩子很先 我到現在只記得他 跟老師講 because 這個很先 所以要注意聽齁 混水摸魚 不是不可以 問題是 為什麼你要混水摸魚 because 因為水清無魚 那你要活下去怎麼辦 人見無敵 你看 它一個記當中 跟你衍生出那麼多深層的意涵 你看我們中華文化多好 我每次讀了這個 三十六 就覺得很精彩 其實可以開一個 寫個書也不錯啦 但是我很懶 因為我竟然還有其他的計畫要做 不然的話你看 從一個小小的地方 可以看到整個宇宙的變化 混水摸魚每個都會講 蛤 經過張老師這樣一講 你就覺得 看到混水摸魚會 SALUT 敬禮 原來他的意義是這樣跟你講 水清沒有魚 人見無敵 好啦 那我今天還是講這個 那有人在問 老師為什麼敲這個 不行啊 因為 那個要等一下才能敲 各位委屈一下 讓我再敲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啦 一樣 喜歡老師視頻 一定要去加入訂閱 開啟小叮噹 還是按讚或分享 我會陸陸續續播啦 因為 其實現在 大家生活過的 真的是蠻無聊的齁 現在今天才是農藝還在放假 正月初期嘛 還在放假 我的意思就是說 來看看老師視頻 打發一點時間 增加一點知識 增加一點嘗試 不然聽聽笑話也好啦 我有很多笑話可以講 那因為這個是 沒有限制年齡的 所以 很多笑話是限制自己 又不能在這裡講 其實我有時候講一講 都會帶到很多地方很好玩齁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齁 好 祝各位新的一年齁 平安喜樂 可以賺到很多很多的錢 讓你心想事成齁 好 今天講到這裡齁 拜拜 see you